现代极区逐渐上的音乐台雷达,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,乌克兰国防空业集团特种进出口公司,已经向美国空军交付了一整套Mineral ME舰在搜索雷达,也就是被许多中国军迷所熟悉的音乐台雷达,中国仿制型号V366型舰在雷达。 据悉,这套雷达由乌克兰量子雷达系统研究所生产,卖给美方的售价为839万美元。 中国052C驱逐渐上的360流行雷达,音乐台雷达属于超视距搜索雷达,利用大气波导原力,获得超越海平面的搜索能力。 具有很强的低空搜索,对海搜索能力,正是由于探测能力强,隔着许多主力舰艇安装有音乐台雷达,比如现代极区逐舰。 音乐台雷达随着现代极区逐舰进入中国海军服役后,中国仿制出了经过改静V366型舰在雷达,并即将其安装到了054054A护卫舰,052CD驱逐舰,051C驱逐舰上。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中国主力战舰都安装,有366型雷达,乌克兰卖给美国的36D6M11,值得一提的是,除了音乐台雷达外,本月初,乌克兰还卖给美军一些36D6M11型3D机动防空雷达系统。 该雷达是F300防空系统配套使用的雷达系统,而F300目前仍是中俄主力防空系统。 好在中国引进的F300貌似,并没有使用这一型雷达。 很明显,美军买这些雷达的目的,是为了找到这些雷达的弱点,以获得有效的反制手段。 美军F16和苏的27Z51区,秘密进行狗斗训练。 当然,除了这两型雷达外,乌克兰还干过许多让中俄很受伤的事。 比如卖了两架苏27战机给美国,苏道27系列,仍是中俄两国目前的主力战机。 即便是苏道30,苏35,兼11系列,在机体上结构,语气动部局上与苏道27也并不太大的区别。 美国一旦摸清苏道27战机的缺点及优点,让飞行员掌握对抗战术,无疑会让苏道27系列在作战中陷入被动。 2016年12月,就有人在51池拍摄到美军F16和买来的苏道27进行近距离缠斗训练的画面,让人不禁为中俄捏一把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